嗨各位 開頭先秀一下在歐洲貨花園馬爾他拍的美照 看完飛機搭船體驗記得去看馬爾他跟倫敦的Vlog唷 這次歐洲遊學贊助商是代辦一定要找他們的study DIY自助加油學網 在馬爾他旅行踩點的部分 我則是跟當地的華人地階旅行社Access to Mota 預定了三日行程走透透唷 好的 鴿翅搭船1995年以英國成立的年假航空EasyJet EV8825航班 從英國倫敦Gatwick機場飛往馬爾他機場 航程距離共2198公里 申報航速為730公里 實際飛行時間3小時10分鐘時差1小時 此航班機型一般使用Airbus A319、A320以及A321系列 本次去乘搭的是A319機型 座位33倍 共有156個標準經濟艙座位 擠得要命動不動就坐到隔壁乘客 所以回程我請贊助商老闆幫我訂緊急出口的靠窗座位寬敞的一個步行 果然是有家錢不靠腰 沒家錢閃到腰 很批 還好我要贊助商 謝天謝地獄 在倫敦一大早整理完行李我們就準備出門囉 對了我那天中感冒 不到發燒嘔吐但鼻胎頭暈喉嚨痛也沒好到哪裡去 所以好像也是畫個眉毛眼影就去機場了 不過這次回程大到的機型不同 由於我堪比一般航空等級的位置 寬敞無比外加老闆神救援加買緊急出口神之位 後面也會一起介紹我別文章 這次沒有抱什麼期望去搭易捷航空 一來品牌定位本來就是聯航 二來聽到的負品沒少過 所以抱著大公車的心態來到了倫敦的蓋威克基塔 Gatwick定位也偏向聯航機場 有少數一半航空也會從這邊起降 但多是短途 其他大眾都是EasyJet的飛機 哦哦後面是我新的稀飯行李箱了 深末綠色OK非常美 各大百貨都有稀飯的櫃 他們的行李箱真的很耐操 歐洲死板路就靠我的小綠了 哦不過易捷航空沒有人工checking哦 包括上行李都得自己來 就是那堆機器 你的航班會提供開始上行李的時間 一般是起飛前兩小時半左右 你就可以去刷你的登機整個上行李了 全部自助 除非像我一樣機器有問題 才會有活生生的人走到你旁邊協助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行李箱裡面有什麼 一直被機器拒收耶好難過 費盡千辛萬苦把我的稀飯小行李送進去後 他臨走前還要這樣很糗的亮嗆一下 走得如此不帥氣有失言免 順利送進去之後就可以去過安檢了 安檢之前先讓我把水喝光 重感冒的人不能浪費一滴水 必須喝光 目前登機板還沒顯示 去馬爾他的登機口是幾號 總之頭暈的我 在大天昏睡了兩小時後來到了登機口 又繼續等了一小時 哎呦不是太意外啦 我早就做好心理監測了 謝謝 謝謝非常感謝 哈囉 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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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機速度不意外的慢哦 畢竟是小飛機 我的鏡頭只能拍到前面阿伯的背影 但是非常有容焉啊 然後擠來擠去的到了我的座位 空間真的蠻小的 加上是冬天 大家手上或身上都有大外套 空間變得更小 我實在有點懶得點濕的 感覺會更急 啊對 因為聯航沒附餐 所以要另外買哦 但我又有點餓 管他 硬點 即使左右鄰居把他們撞飛 到座位後先抬頭看一下這款 出風口跟夜獨三級肌膚物靈 嗯嗯 算是聯航的標配基本款吧 好 總之座位前面長這樣 很像籃球框的橘色網子裡面 有逃生說明 歐兔袋 免稅雜誌還有菜單 前面三個全部超過 我們只需要Menu 打開後發現選擇不算少啊 菜單上的每個角落都在告訴你 點這個套餐你可以選幾歐又幾歐 好像如果你下飛機 之前都沒有吃東西的話 會虧大錢一樣你知道嗎 菜單大積分三大類 熱飲combo 就是有熱飲 像是咖啡茶 另外配一個點心 像是馬菲可頌類的 再來是正餐combo 就是有個主食 像是三明治漢堡那些 配上熱飲跟一份小食甜品 最後這邊 是我不餓 但是看別人吃我也想吃combo 基本上都是一些不吃也不會怎樣的零食類 少數有一些青食 哦還有酒水夜面在這裡 但我就感冒不舒服啊 這夜跳過 好總之一節的菜單差不多這樣 點了tapasnake box 因為想吃那個熏肉片 因為重感冒 所以今天不喝咖啡 點了檸檬薑茶 點心選擇了小橄欖哦 但建議各位還是不要點這道 雖然蠻好吃的 但是吃起來有夠麻煩 很狼狽的不行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不小心近距離看到空少空姐的餐車 有刷卡記憶靈錢 帶還有一些雜物 很想知道各層抽屜都藏了什麼 但先點餐比較重要 收據顯示本餐花了7塊 省了兩歐哦 首先拿到檸檬薑茶 覺得包裝可愛 但味道說實在非常普通 可能比普通再更普通一點 說實在話不推薦 要不是我感冒人不舒服 感染的部分 出到歐洲的亞洲人可能會不習慣 真的很酸哦 但酸得很爽快 不過飛機上的真的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一般感染 再來這盒包裝很重我口味的主餐 內附小餅乾一包 左邊是有果肉的調味番茄醬 下面則是兩包 讓你吃的很尷尬的燻肉片 不說謊 那個燻肉片真心好吃 但它每一層都隔著塑膠紙 然後每片都天沙的難分開 很好吃但有點後悔 用牙籤在那邊吐半天 只弄到極細極細的 最後還是得用手 隔壁乘客一定覺得 我怎麼可以吃成這樣髒兮兮 如果你們不在意吃起來很狼狽的話 推薦給你們 味道是好吃的哦 不要以為另一盒肉片看起來比較好處理 別做夢了 一樣弄得真八火 超狼狽 滿手肉味 而且我隔壁坐的一位歐洲大媽 感覺不太友善 超重的虛弱味感覺有點讓她不爽 我也都不太敢拿相機出來 後來靠著幫她丟垃圾 換來了一句謝謝我才比較寬心 然後去城就這樣平安的到達馬爾塔囉 來吧我們徒步下機 再次提醒 看完這個要去看馬爾他的Vlog唷 真心是傳說中歐洲人的後花園 有中古世紀的浪漫 也有度假聖地的碧海藍天 咻咻再來是回城的班機搭乘Airbus A320 從馬爾塔回到倫敦蓋威克機場 一樣3-3配 但座位寬敞許多 也有180或186個標準座位是畸形而定 一進去就發現飛機內裝好像長得不太一樣 可惡我狗屎運搭到聯航的高級航班了嗎 座位超寬敞 為了腳打這麼開 旁邊還有這麼大的空間 我感動的哭了 前面的距離也比去城的大很多 腳距都可以這樣隨便亂踢 不過前後距離是因為我在緊急出口神滋味的關係 窗戶的遮光板是由下往上拉哦 做不提起飛前很難拉 升空後根本拉不起來的這件事了 對了這個機型的椅背則是無法調整 完全沒有按鈕可以把椅背往後調哦 沒事我一心一意只想好好吃飯 你看菜單可以在腳上打這麼開耶 真感動 不想跟去城一樣 點那種給自己找麻煩的餐點 雖然三明治或麵包最方便 但已經很常吃了 所以還是想試點別的 我叫了一個Mate Snake Box 我桌子都翻下來要等餐了 然後空服員桌等一下拿來之後 我就硬生生的等了半小時以上真尷尬 坐靠窗又不想大喊 不大喊空服也聽不到 按鈴基本上沒用 因為大家都忙翻了 沒有人有時間理你 別人都吃完垃圾都丟了 還是隔壁佛心乘客幫我提醒空服的 嗯沒錯 他們果然忘了 所以我吃得很趕 無法好好享受食物 先說整體味道真的也是好吃的 但包裝跟服務都很辣 烏布奇諾主餐還有小點心KICK IT 新鮮咖啡完全沒問題非常好喝 而且是我看過廉價航空裡份量最大的咖啡了 愛的鼓勵321來 再來都是悲劇 先看Mate Snake Box的盒子 拿到的時候真的就長這樣 膠袋原本就已經掉一半了 感覺放在倉庫800年賣不出去 然後終於有很雖小的旅客購買了 沒關係我們勇敢的打開它 因為他們忘記我的餐 所以我沒時間搞什麼客數退化貨了 上面的小餅乾跟橄欖帶都很正常 然後突然出現這個醬料 殺的我措手不及 啊爆破出來了啦 這是要怎麼弄啊 俺的手剛剛沾到番茄醬了 只能硬吃啊 吃不死人的都沒事啦 喔然後下面還有這種白醬 總之餅乾就是給你沾這兩盒醬 還有配橄欖的 我在馬爾塔真的吃了無數的橄欖 已經完全不覺得太鹹了 只覺得美味無比這樣 兩種醬料都很好吃 先一望茄汁醬爆在盒子上這件事吧 這塊什麼辣肉的 則是很甜 不過配咖啡也算剛好 我真的是很容易滿足的人我發誓 KICK IT就是... 飯後甜點不多介紹 趕得要命把東西吃完後 就準備降落倫敦喔 下次有機會搭歐洲大中聯航 易捷航空的話 還是推薦你這兩種 給自己找麻煩的餐點 其實真的超麻煩 會把自己搞得很狼狽 但味道真心好 除了續成的豆片味道有點重 你可能會對隔壁乘客有點不好意思 還有回程的醬 應該不是每盒都會爆掉的 我那天就是運氣差而已 真的喔 經過某行的洗禮後 我對機上餐食的容忍度 已經高陷到一種佛系的境界了 嗯 以上我到倫敦喔 掰掰